裁判一直都是被NBA重点保护的对象 据说在上古时期裁判被打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后来联盟一度陷入了裁判荒 这球场上的主角自然是球员了 但是没有了裁判的比赛怎么打 于是联盟越发重视对裁判们的保护了 大了21世纪联盟更是推出了零容忍政策 足以看出对裁判们的保护力度之大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样球员们就不敢打裁判了的话 那过人均只能说你图样图森破了 总有那么一些球员封起来连裁判都敢打的 你一定会问都有谁 别急 过人均这就告诉你 一 如果没有被考新斯拉开 挪梅肯定会打死裁判 挪梅哥戴维斯是联盟近年来最好的大前锋 他在球场上体现的天赋和实力都是无与伦比的 不过老话说 进珠者赤进墨者黑 在和考新斯成为队友了之后 挪梅哥的脾气也是水涨船高 在2017年12月皮湖对阵森林郎的比赛上 因为比赛关系到双方的排名问题 所以一开始就打得很胶着 双方火气自然也不会低 到了第二节后半段 大维斯对裁判的判法感到忍无可忍 而在和裁判擦肩而过进行交流的时候 裁判一个挥手的动作彻底激怒了他 只见戴维斯握着拳头就冲了上去 看样子是要痛斗裁判一顿 幸亏是被他的队友拦了下来 否则长期竞赛肯定是跑不了了 甚至有可能终身竞赛 然而有趣的是 拉住农眉哥没有人事情严重的竟然是考新斯 网友们评论 如果没有考新斯拉住 估计裁判会被农眉打死 二被罚下后 考新斯准备放飞自我考新斯的外号是表妹 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名字里有表妹的意思 这可和他的脾气丝毫没有关系 球迷们都认为 如果考新斯能控制住情绪 他的成就远远不止现在这样 在14年2月对阵火箭的比赛里 暗脾气的考新斯遇到了专门惹人爆发脾气的哈登 比赛一开始他就被哈登打得没有脾气 甚至在一次防守中 他被哈登直接带到了也没有得到上升 到了下半场 考新斯终于爆发了 他先是被魔兽恶犯领到了一个梯 然后在马龙找裁判理论的时候冲了过去 又领到了一个梯 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被裁判拔下之后 考新斯竟然放飞了自我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上去就有奏裁判 幸亏被队友拉开了 否则考新斯的职业生涯估计也走到了尽头 3.皮尔斯露珊台探尔光皮尔斯绝对算得上是老流氓了 早年间曾经因为在夜店调戏美女被人捅了十一刀 但是这样的经历并没有让他在球场上协会收敛 2010年总决赛上 皮尔斯在一次进攻中完成了2加1 而防守他的正是当时联盟最好的防守球员之一阿泰斯特 进攻打成后 皮尔斯兴奋的难以自拔 尤其是在全场真理的呼唤下 他有些飘了 皮尔斯高高的举起了右手 然而在他身前站着的就是当时的裁判艾迪拉什 皮尔斯这一巴掌稳稳地打在了拉什的脸上 尽管时候皮尔斯一直声称他不是故意的 但是球迷们更愿意相信他当时就是年坏 借着庆祝抒发自己对裁判的不满 4. 论打裁判 最服布泽尔打裁判绝对是需要智慧的 否则你的职业生涯将会走到尽头 10年的皮尔斯如果是年坏的话 23年的布泽尔就绝对是机智的表现 13年3月份 公牛98比100输给了小牛 如果说比赛中最经典的的一个进球 自然是德克的三分绝杀 但是要说最难忘的一幕 恐怕就是布泽尔给裁判的这一击中钱了吧 第二节比赛结束前三分零一秒 公牛跟小牛战成了45平 布泽尔中路持球强攻内线 面对诺维茨基的顶防以及梅奥的协防夹击 强行勾手上篮得手 在布泽尔将球打中后 底线裁判丹尼克劳福德吹杀了小牛弹龟 布泽尔有2加1的机会 得手后的布泽尔难掩心中的兴奋 挥起自己的右手狠狠地给身后来了那么一拳 而站在他身后的 正是当时的裁判克劳福德 这一拳不偏不倚地打在了克劳福德的肚子上 只见克劳福德当时一个弯腰就站不稳了 而大度的克劳福德也没有判罚布泽尔技术犯规 甚至还被发生的这一幕给逗笑了